复活节 寻找会下蛋的兔子 爷爷 收音机里放的是什么歌呀 听起来像奇异恩典这首歌 在复活节期间 人们经常会演奏这首歌 复活节是什么样的节日呀 爷爷 嗯 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 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受刑死后复活的节日 我好像听说过呢 这不是吃巧克力蛋的节日吗 没错 可以这么说 要不我们跟着音乐去看一看吧 这是我的魔法收音机 我们可以跟着电波 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 好啊 爷爷 我想跟着电波去看看 人们是怎么庆祝复活节的 那我们去参加复活节吧 哇哦 这里有好多好吃的 没错 芬恩 这就是复活节晚餐 那 复活节到底是什么呢 复活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重要节日 基督徒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世主 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 依然能够死而复生 复活节就是庆祝他死而复生的节日 我知道 基督教是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宗教 但我不太了解这个节日 没错 在各个国家 复活节都有他们独特的庆祝传统 要是我们可以去找复活节彩蛋就好了 我们可以去找彩蛋 不过我觉得先了解复活节的来历 也许会对找彩蛋更有帮助 您说的对 爷爷 人们为什么要寻找复活节彩蛋 这背后肯定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的 这背后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呢 让我们乘着电波回到过去看看吧 就从教会的争论开始吧 人们正在争论什么时候庆祝复活节呢 人们干嘛要争论这个问题呢 我们永远不会为这样的事情争承 对吗 爷爷 嗯 分恩 不过那时的人们却很热衷于争论这个问题 事实上直到八世纪 人们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他们都在争论些什么呢 这个争论历史上称为复活节日期争论 因为居住在小亚西亚半岛上的基督徒们 想要在犹太人庆祝愉悦节的同一天 庆祝复活节 两天之后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并且根本不管庆祝的当天是星期几 我知道那一天 那是春月圣经中的尼赛月的第十四天 真棒 分恩 你懂得还挺多 谢谢爷爷 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您教我的呀 那争议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呢 嗯 在西方 基督徒认为复活节应该在一周的第一天庆祝 按照西方国家的习惯 一周的第一天是星期天 传说这一天是耶稣死而复生的日子 那他们最后究竟选择了哪一天呢 因为大多数人更喜欢星期天 所以在公元三二五年 尼西亚政府颁布了法令 规定复活节在春分过后 第一个月圆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 我们还能多了解一些吗 我想知道复活节彩蛋的故事 别着急啊 分恩 跳上电波 看看电波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 那个人怎么了 那个人可能正在参加大斋节 我没听说过Land 这个单词是借钱的意思吗 不不 不是那个意思 它是大斋节的意思 大斋节是复活节前的四十天 大斋节的传统习俗是苦修和斋戒 大斋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在旷野首斋祈祷四十昼夜而设立的 我明白了 不过您说的苦修是什么意思呀 苦修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 戒掉一些他们真正喜欢的东西 来表示他们对上帝的虔诚 比如不吃巧克力和糖果等等 天哪 真是不知道有谁能戒掉这些东西 哈哈 是的 人类的适应能力可是很强的 不过呀 在过了大斋节之后 复活节还是很受大家喜爱的 这么说 复活节晚餐一定很丰盛吧 复活节晚餐也吃巧克力蛋吗 哈哈 不完全是 我们快到那里了 其实复活节有很多传统习俗 这些习俗实际上与基督徒庆祝处复活节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是来自于民间习俗 比如有哪些呢 看 这家人晚餐吃的是羊肉 吃羊肉也起源于民间习俗吗 是的 这是圣经里的一个说法 因为耶稣被称为上帝的羔羊 而且在古代以色列 羔羊被认为是最上等的祭祀动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鸡蛋 火腿 奶酪 面包和糖果也被加入到了祭祀的食品当中 鸡蛋 终于等到了 是的 我们终于可以谈谈复活节彩蛋的故事了 在十三世纪 第一次有勾画和装饰彩蛋的记录 哇哦 那是好久之前了 是的 教会禁止人们在圣周期间 也就是复活节这一周吃鸡蛋 丹木鸡会继续下蛋呀 于是这周新下的蛋 会被教会认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蛋 我们熟知的巧克力蛋 有它自己的故事呢 为什么呢 嗯 因为在圣周下的蛋 成了复活的象征 就像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一样 鸡蛋便象征着从蛋壳里诞生的新生命 这个比喻听起来很贴切 我也喜欢在鸡蛋上画画 是的 孩子们正准备参加复活节滚彩蛋的活动 什么是复活节滚彩蛋呀 这是个游戏吗 是的 复活节滚彩蛋是一种传统游戏 每年复活节之后的星期一 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通常会玩滚彩蛋的游戏 在1878年 美国第一夫人海斯总统的妻子路西海斯 第一次在白宫的草坪上 举行了复活节滚彩蛋的活动 这也激发了人们去积极寻找复活节彩蛋的兴趣 哇哦 那是什么 那是复活节兔子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说复活节兔子自己会下蛋 然后把蛋装饰一下 藏起来让孩子们去找 而且在美国 复活节兔子还会给孩子们留下装满玩具和糖果的篮子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吗 不算是 这个习俗是从17世纪开始的 不过直到19世纪才变得很常见 嗯 这个游戏太有意思了 爷爷 那我们能去找复活节彩蛋吗 当然可以 走吧 我们去庆祝复活节吧 太好了 爷爷 不过 您能告诉我 下一个将要探索的节日是什么吗 现在不行哦 这是个秘密 也许你可以猜一猜 孩子们 希望我们大家都一样享受这次复活节之旅 下次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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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